美國奧委會證實 在星期三美國游泳隊的兩位選手 本池及康傑爾 在里約熱內盧國際機場被巴西當局攔截拘留 他們當時正在準備返回美國 美國奧委會發言人桑道司機發表聲明說 他們是可以證實 康傑爾及本池被巴西當局從飛機上帶走 他們正在了解進一步的情況 巴西的警察後來釋放了這兩位美國游泳選手 條件是他們星期四繼續與警方的調查合作 提供進一步的證詞 在他們接受警方進一步的問詢之前不得離開巴西 巴西警方正在繼續調查他們的游泳隊友 羅奇特發出的指控 羅奇特表示 他與康傑爾、本池還有另一名隊友 費根在這星期初被自稱是警察的人搶劫 留在巴西的費根將會與本池 以及康傑爾一起 星期四將會向警察提供一份聲明 而在星期三 一位巴西法官發出一項命令 阻止羅奇特以及費根離開巴西 聲稱他們對這星期初的搶劫事件 提供了相互矛盾的證詞 但羅奇特的父親向美聯社表示 他的兒子在這項命令發出之前就已經是返回到美國 羅奇特和其他三位的美國游泳選手表示 他們是在星期日的凌晨 他們被化妝成為警察的強盜搶劫 當時他們是結束了在法國奧運會 游泳隊舉辦的派對之後 正在乘坐出租車返回奧運圈 在這次派對的幾個小時之前 這次奧運會的游泳比賽剛剛是在星期六晚上結束 現時巴西官員表示 美國游泳選手可能沒有說出全部的真相 是還需要回答一些問題 巴西法官紀拉布蘭克 還要求在當局調查這些美國游泳選手的指控期間 扣押他們的護照 施и成人 還會進入 煙維 一會兒 會進行 閉嘴 還會進入 還會進入 車伍 車伍 車伍